今天公布這個國內新增79,663例 COVID-19的確定病例 那這個病例會比昨天多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昨天晚上大概10點之後 因為轉檔異常 所以今天在接近中午 之前的所有的這個資料都一起轉檔進來 所以這個79,663例會包括今天早上 有通報的部分 所以會比 昨天的 個案會多 比較多 那所以這79,663 例裡面 有79,598例是本土病例 那另外有65 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另外確診個案中新增 211例的死亡 今天新增的中重症人數是 446例 集中261位是中症 185位是重症 目前這個輕症無症狀的比例 1%是99.6%左右 另外還有211例的死亡個案 211例的死亡個案當中 有198位是有 慢性病史 141位是沒有打滿3劑的疫苗 其中 接種 沒有接種任何一劑的是佔94人 另外年齡超過80 歲的長者 有105位 那今天有這個年齡層的分布 有從90多歲到30多歲的個案 其中30多歲的這位個案是一位 有接種過兩劑疫苗的 男性 本身是有慢性腎病跟糖尿病的一個病史 那他是在這個6月4號當天急性心肌梗塞的一些 症狀 那經濟送醫之後 也同時驗出有這個COVID-19的PCR陽性確診 不過因為這個 整個病程很急速的關係 當天就不幸過世 那另外有這個5例的這個 屬於特殊重症的個案 都是 孩童多系統 嚴正症候群 這個MICC 那這5位的小朋友 年齡從2歲到10歲 要特別注意的是說 雖然說我們今天是公佈有5位 不過他們事實上 像這個COVID-19檢驗陽性日 大概都在1個月前 當時都是輕症 這個大概在3週到4週左右 又出現了這個新的症狀 那我們症狀的列表 就把它列在中間這裡 有包括持續發燒 腹瀉 嘔吐 腹痛 淋巴結腫 紅疹 或者有 睫膜發紅 喉嚨發紅 等等這一些症狀 那陸續在這個 症狀出現後呢 就就醫 然後 經過醫師的診斷判斷之後呢 認為是MICC 而在這個6月初或5月底的時候住院 那其中最早發病的這一位 已經在這個5月31號 的時候 已經順利的康復出院 除了8歲這位已經康復出院之外 另外的4位 醫師病況改善 目前還在住院治療當中